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在面对的挑战 包括印尼在内 它同样去面对这种产能过剩 同样会对它带来一些冲击 但是现在又面对这个保护主义 加剧这个反倾销调查 或者是贸易保护这个措施 变得更加普遍化 这样的一种大环境之下 那么出口是不是可以去保持这样的一种增长的动力 那我是表示怀疑的 是这个贸易保护 从来都是一个经济下行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也就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也就是说其他的经济体 他们也都要去多的关心 我的就业怎么解决 那么如果你的产品都涌进来 把我的工业这个冲垮 那么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反映了一种其他经济体的弱势 就是你为什么要出口 就是因为国内卖不出去 对不对 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弱势 但是当你的产品涌到其他经济体的话 又会重新其他的经济体 他们也会反过来再去反制 那么这就会变成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保护主义从来在任何时候 都是会带来经济弱势的一种 自我的一种强化或者是加剧 所以我对这个2024年 总体上来说 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调整员 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悲观 其实经济永远都是起起伏乎的 也不需要过度的悲观 它都有它的周期 对不对 它不可能持续的高度的高速增长下去 那么这个其实疫情带来的影响 它仍然就是没有得到一个充分的消化 但是甚至我们是在消化的很多的事情 都是在消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边 这个超级全球化 所带来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仍然 在一个长期的 或者说是中期的 这样一个调整过程之中 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震荡 那么大家都在去寻找 一个新的路径 这个短期的震痛 可能会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这个任何时候问题的出现 也都意味着这个新的答案的出现 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大家要去保持这个定力 要去看到这个历史 其实从来都是在 不断的去面对新的问题 不断去找到新的答案 所以说我们也在人类 也在这个过程中 我相信是在不断进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